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9月8日 星期二 我們 在倫敦會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 這是香港人的互助社 合作社 我們希望可以提供最好 最完善的資訊給香港 拿著BLO 或是想過來英國移民的朋友 為他們提供多些 不同的資訊和有用的資訊 因為坊間充斥著太多的那些 KOL來了三個月 就當自己是KOL 教人在哪裡買樓 教人怎樣怎樣 發放很多錯誤的訊息 所以我們要集合一群 在英國住了很久的人 包括英國 英格蘭本土 蘇格蘭 可以集合他們的智慧 在這裡的見密 以及有什麼竅門告訴大家 所以我們要召集第二次代表大會 就是希望在英國的香港人 可以來幫忙 跟我們約時間 我們會在倫敦的 到時我們召開第二次的 這個大會 就是希望 想要另外一批的支持者 來跟我們見面 以及安排 你們是怎樣幫忙的 這個就是 大會 以及這個合作社 最主要都是招呼 其實香港人現在的情況 如果你移民得 其實也是近乎 等於流亡 英國政府因為香港國安法 才即時 解除這個 禁令 令到你BNO 移民到英國 所以嚴格來說 我們是流亡 所以這個其實是香港人流亡大會 香港人流亡 流亡議會 我們這群流亡人士 希望發揮香港人互助精神 免除很多中間人的利益 我們直接做一個平台 令到那些找笨尺的移民顧問 或者騙你去利物浦買樓的人 他們的奸計 我們要講回一個好消息 最近 好消息 不算很多 但是我們也會 為大家發放正能量 昨兩節也很好的消息 因為我們才有這麼抱心正義的能量 因為大家看到蘋果這個立場 全部是充斥放腐的新聞 我已經正式把你們兩個新聞列造 改了新名 就叫做放腐新聞 每天向你準時發佈負能量 看得很不開心 我開始也不想再看 我不明白為甚麼 你們會看 不斷向香港人 放腐能量 很辛苦 我不是說叫你去歪曲事實 但是 Editorial可以做好一點 你可以有一點點變化 你可以不用 照抄蘋果新聞 其實我發現了很久了 立場新聞純粹是照抄 直抄蘋果新聞 立場新聞是一份 是完全直抄 因為你訂閱了蘋果我就沒有按了 所以我每個人都按多就算了 所以我每次都看回立場新聞就算了 如果是同一個話題 他們的篇文是100%一樣照抄出來的 所以蘋果日報 笑了點訂閱 就是到了立場那裏 這一節我們希望大家聽之前 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Twitter share 訂閱我這個頻道 月費贊助 支持一個正能量的傳媒 星期二得到 我們當然不可以 跟完全新聞媒體去對比 新聞媒體是有記者去做採訪的 我們始終都是傾向評論式的新聞 我們是評論的 我們不會去採訪的 不過都差不多了 因為現在的網媒太興起 而且現在的記者其實也是在做網上 搜集資料 所以現在為甚麼令到網媒和傳媒 好像分別不大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現時的記者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 坐在網上搜集資料 在Facebook找資料 或者TG Group找資料 我們這節要講一個 好消息 標題叫做 中國晶片夢碎 那麼慘 又壞了 為甚麼叫做有呢 就是 中芯國際 就被美國政府制裁了 大家想著 不怕 我們還有一個叫弘心 沒有中芯有弘心 這個就是武漢弘心半導體 什麼時候有玻璃心半導體 遲早有 放心 這個 基本上 是他 之前他們就說 斥資一千四百多億 要製造中國的這個半導體市場 然後 就說 不怕了大家 我們現在即使是被制裁 我們中國可以自己搞定 可以自己開發半導體 他 聲稱買了一隻空殼回來 然後 就說 投資1280億人民幣 大約是1450億港幣 最終其實是把債務轉嫁給銀行 以及工程承辦商 幫他們蓋房子 騙救市政府給他們 首先 這個 其實是一個百分百的偏國 為什麼這樣說呢 第一步 將這個 跟武漢市政府說 我們已經製造中國芯片 成為中國第一芯 你不是不支持一下 我們要劃展 華為被人打壓 我們看不過眼 我們要幫國家做事 即時 騙救了武漢政府 給了他一塊地 是不是給了我海鮮市場 好像在爛肥里 然後他就跟銀行說 說回同一番話 現在我們國家被人制裁 被人打壓 作為有血性的民族企業家 我們一定要站出來 成立一個晶片公司 為國家製造最好的晶片 這番話應該打動了部分銀行 或是騙救了部分銀行 騙到部分銀行 然後 同一番話也跟工程承辦商說 我們要怎樣怎樣 你就先蓋住房子 錢不要收住 之後國家的錢一到馬上給你 哄了一班工程承辦商幫他蓋大樓 地壓回來 大樓有人幫他蓋 錢是銀行借的 最後 這個董事長投資了什麼呢 用7億 買了一部 全國唯一的 半導體的機器 光刻機 7Nm的光刻機 6億5千萬港幣 唯一這部機 最後就拿去抵押 因為沒有錢 真的慘 這個人物叫蔣尚義擔任總經理 這個蔣尚義 是行內風雲人物 曾經做過台積電和中芯國際 是半導體行業的名人 請了他們做總經理 據說 在台積電挖了20多個專家過來 他們說人工高台積電兩倍 也是用這些方法 去叫人 明明那些已經是台積電 本身都已經是 一定是跟大陸開拖了 因為美國也說了限制這個台積電 不准賣給華為 但是 這20個人馬上遭到這個報應 原因就是他們發覺到了這個廠房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只有工廠 那部機器 被壓掉了 又沒有機器 為什麼要開工啊 即是那個廠房是一座建築物 沒錯 不是一個廠房 是一個建築物 裡面是沒有生產的汽渠 冷氣也沒有裝 純粹是一座吉的建築物 是未入火的 原因是甚麼呢 原因是 這個廠房一直拖欠那些工資 那些建築工人的人工 原因就是 因為他們是用一種欺詐的手段去批評工程商 去承辦 工程商其實是沒有收過錢的 只是被你 滾了進來 所以他們也沒有出來給工人 原來工人 是去年12月已經開始沒有薪薪出的了 其實這些東西 我們有不厭其煩說的 Tony知道很多 大陸這些東西 因為他們是 他們也會把工廠拿出來 所以他們是會用一種欠款的 看到很多大廠的工廠 會用一種欠款的 但是他們會用一種欠款的 即時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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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期內可以投產 只欠動資金三億元而已 只欠動資金三億元而已 只欠三億元起動資金而已 起動了之後 馬上回本了 十五天回本 好比做大耳孔 十五天回本 月息有兩倍 十五天回本 另一個十五天回本就拿了三天回來 很容易發達 聽到一個很開心 開心就出事 大陸就是這樣 香港人也是很喜歡賺錢 香港人不是不貪心 香港人是很貪心的 但香港人 會合理一點的 那條數 這麼好看 有些問題 大陸不是的 越好看越喜歡 要五倍回本十倍 買基金也有五倍 你是甚麼基金來的 炒股票其實也很難炒到五倍 大陸真的可以 但跌的時候還要金錢 老實說 那個基金擺盤賣白粉也賺多十倍啦 你也傻的 最終是 工人在12月份開始 拿不到薪金 沒人上班了 所以裏面是沒有水沒有電 台積電的人去到那裏 看到一座空殼 知道受騙了 但是最慘的情況還未出現 回不了台積電 最慘的情況是 他們在那裏住了兩個月之後 大陸封關 台灣封關 回不了台灣 現在就來在武漢 台灣離棄了他們 背叛台積電 給回台灣 最慘的就是 他們已經回台間 滯留在武漢 到現在也不能回去 還有 從2月份開始 公司沒有薪金 住的地方要自己付錢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慘 這就是背叛台灣的下場 告訴大家 天堂有路 離不走 地獄無門 你闖盡來 我們應該先帶他們到軍事法庭審判 看來又賣了多少資料給大陸 起碼要打一身 最後這個廠房 當然是玩完了 原因就是他們說本來是有一個 半導體的 主權基金投資的 但是 武漢政府知道他們是穩定的 拒絕發放第二幅地給他 第一幅地你還沒蓋 你蓋好了 裡面都還沒裝修 甚麼都還沒做 又沒有機器 又沒有工資 又沒有廠房 全部都沒有 我怎麼給你第二幅地理 你困了我第一幅地理 我都已經覺得很笨 武漢市政府拒絕把第二幅地交給他 而銀行又要追他還錢 資金鏈斷裂 其實是騙局斷裂 騙局斷裂 而他 抵押在那個 在人家的那部機器 那部叫光刻機 肯定打敗吧 你沒有錢還 這間廠房的靈魂 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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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又沒有量出 哪裏都可以做下去 所以 這個不是中國夢想 根本就是老千局騙局爆破 其實在中國 是充斥著這些騙局 每個地方都是這些騙局 然後他還說要主工14Nm 現在台積電在做5Nm 你要做14Nm 你怎麼打台積電呀 因為完全做不到嘛 台積電現在在研發3Nm 再先進一點 再小一點 講一些資料 有些聽眾會知道 越小的蠔米 蜜辣米越小就是越厲害 越難 所以那東西要求 越小越好的 中芯國際生產的那些 是14Nm的 高科技的東西 很多時候那東西是越小越厲害 多數都是越小越厲害 手提電話而已 以前那部磚頭那麼大的報告那部 當然是不好了 軍事上 也是 多數的東西都是越小越厲害 除了巨型航空護欄 絕大部分那些器械 其實就是越小越厲害 那種精密 這個騙局 我們大家 其實真的會覺得很好笑 因為 很多人不懂得笑 我覺得很多新聞 人們是不懂的 包括蘋果日報也不懂得笑 我們是要引導大家 正確地恥笑大陸 正確態度面對笑片 這一節我們就先笑到這裏 第二天 發掘到其他的笑料 繼續向大家報告 拜拜